在聯合輔導這邊的話 都提供蠻多有意義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直接來使用 比如說像這邊的話 有提供像數位課程品質檢核表 像這種東西 比如說像是我們在做一個課程出來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判斷說這個課程 對於這個學習者來講是有用的 或是對於我們公司來講 是代表高品質的課程 重要的是參加這個輔導 還有一些好處 比如說很有內容的教材 然後呢 有很有用的規劃工具 那另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跟大家在座的先進交流 知道說大家彼此在做這些規劃的時候 會發生的一些困難 在討論當中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公司遇到哪些東西 然後用什麼特殊的方式去解決的 關於這個討論的話 我們可以吸收到蠻多的交流的機會 然後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彼此的一些構思的狀況怎麼樣子 去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謝謝 感谢观看